书局举办周年庆 班长同学决定一起团购文具用品 班长来到书局买了12支原子笔和8个利可贷 结账时发现原子笔和利可贷打折后 价钱都是26元 请问消费总金额是多少钱呢? 班长和店员两个人用了不同的算法 班长先算原子笔和利可贷的总件数 再乘上每件的价钱 也就是总件数共20件 每件26元 总共消费括号12加8乘以26 店员则先算原子笔总价 12乘以26 再算利可贷价钱8乘以26 然后再将原子笔和利可贷总价加起来 他们算出来的价钱是否相同呢? 从上面的算式可以算出 括号12加8乘以26等于520 12乘以26加8乘以26等于312加208 也等于520 他们虽然用了不同的算法 但是总金额还是相同的 由此可知 括号12加8乘以26等于12乘以26加8乘以26 这就是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括号A加B乘以C等于AC加BC 继续延伸下去 我们可以推导出 括号A加B乘以括号C加D 等于AC加AD加BC加DD哦 回顾刚刚刚的乘法分配率 我们继续延伸 可以推导以下结果 1.代数算法 括号A加B乘以括号C加D 等于AC加AD加BC加DD 这就是用乘法分配率 一个一个乘开来的结果 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来说明乘法分配率 2.图形做法 换成用图形的面积方式来呈现 相信大家可以更清楚哦 我们可以将这个长为括号A加B 换为括号C加D的长方形 分隔成四个小的长方形 分别为AC左上方 AD左下方 BC右上方 BD右下方 四个小长方形的面积 所以这四块长方形面积相加 就是原来大的长方形的面积 故括号A加B乘以括号C加D 等于AC加AD加BC加BD 分配率的概念 分配率的概念了解后 我们可直接延伸 推导出不一样的乘法公式 如核的平方公式 括号A加B的平方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一代数算法 括号A加B的平方 等于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加B 等于A平方加AB加BA加B平方 AB等于BA可合并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图形面积方式来理解 大正方形的边长等于A加B 所以面积等于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加B 我们也可以分开求的每一块图形的面积 大正方形的面积 等于A平方加AB加BA加B平方 也可以计算出相同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用图形面积的方式来理解 也蛮有趣的哦 再来我们继续介绍 X的平方公式 X的平方公式 括号A-B的平方 等于A平方-2AB加B平方 代数算法 括号A-B的平方 等于括号A-B乘以括号A-B 等于A平方-AB-BA加B平方 AB等于BA同类像可合并 等于A平方-2AB加B平方 相信大家都学会了 也可以试着自己用面积的方式推导一下哦 接下来我们继续推导 接下来我们继续推导平方 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 括号A加B乘以括号A-B 等于A平方-B平方 代数方法 括号A加B乘以括号A-B 等于A平方-A平方-B平方 图形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 括号A加B乘以括号A-B 为蓝色这块长方形面积 这块长方形面积 等于绿色面积 减粉红色面积 加黄色面积 减浅橘色面积 透过面积的方式证明 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了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些练习 熟练我们的公式 并体验一下公式好用的地方 题目一 206的平方等于 206的平方等于括号 200加6的平方 等于200的平方 加2乘以200乘以6 加6平方 等于40,000加24,000加36 等于42,436 若我们直接乘开 会因为数字太大 很难计算 当我们像这样 拆成200加6 再利用公式 就会比较好算呢 题目二 199的平方等于 199的平方等于括号 200-1的平方 等于200的平方 减2乘以200乘以1 加1的平方 等于40,000-400加1 等于39,601 这里的199 若直接乘开 会很难计算 但我们拆成200-1 再搭配公式 就好算很多呢 题目三 计算长为107公分 宽为93公分的 长方形面积 为多少平方公分 答案是 9951平方公分 第一个方法 107乘以93 等于9951 第二个方法 107乘以93 等于括号100加7 乘以括号100-7 等于100的平方 减7的平方 等于9951 我们可以观察到 107等于100加7 93等于100-7 它们都与100相差7个单位 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 平方差公式 直接计算 变得更好算了呢 三项和的平方公式 括号A加B加C的平方 等于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加2乘以括号 AB加BC加CA 前面的公式都只有两个位置数 若是改成三个位置数呢? 只有我们善用分配率的性值 我们会发现 其实没有很困难哦 代数方法 括号A加B加C的平方 等于括号A加B加C 乘以括号A加B加C 等于A平方加AB加AC加BA加B平方 加BC加CA加CB加C平方 等于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加2乘以括号AB加BC加CA 图形方法 即使是位置数有三个 我们一样可以用面积的方式 推导出来呢 接下来 我们做些小测验练习一下 最后 我们将前面所学的公式做个总结 1. 分配率 括号A加B乘以括号C加D 等于AC加AD加BC加BD 2. 和的平方公式 括号A加B的平方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3. 差的平方公式 3. 差的平方公式 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减B等于A平方减2AB加B平方 4. 平方差公式 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减B等于A平方减B平方 5. 三项和的平方公式 括号A加B加C的平方 等于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加2乘以括号AB加BC加CA 若是改成四个位之数 是否也能用图形的面积公式推导出来呢? 请试着计算出 括号A加B加C加D的平方 等于多少 甚至若改成N个位之数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试着想想看 你将会发现 只要用相同思考逻辑 我们一样可以推导出来的 同学都学会了吗? 这些公式是我们高中运算的基础 若我们能熟练并善用这些性质 就可以让复杂的算式变得更好计算呢